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铭 那现在我们来到了云南省的德恒市 德恒是云南省的一个歹族,紧坡族自治州 在云南省的西部 德恒的北面,西面和南边都和缅甸接壤 整个面积大概有11000多平方公里 人口大概是132万多 德恒和缅甸的边境现场大概有503.8公里 在我们的印象中,德恒应该说是一个交通不太方便 一个比较边远的这么一个边境地区 可能在经济发展的这些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我们来了以后我们发现 德恒这边从政府到当地的老百姓 都充分发挥德恒独有的区位优势 和本地的一些特色 发展经济发展产业做的是相当的不错 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来到德恒芒市园区 这个园区有工业的,有农业的 而工业园区 有一些对云南德恒的当地的龙头特产品的 深加工的一些企业,我们不妨来看一看 那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一家服装厂的品牌的展厅 我们可以看到生产的各种各样的服装 那刚才从这个福德人的介绍里面可以看到了 是有很多很多品牌都是由他们在这代工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产品的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 比如说这个的针脚 刚才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来是这家企业的老总胡总 我们进来看到比厂区的还是非常整洁非常干净的 这是我们来到芒市园区的第二家企业来参观 谢谢大家 谢谢 ou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